第七课 你们怎么不坐高铁 课文2 你今天好像很困 是不是假期玩得太累了 是没有休息好 我昨天夜里三点才到家 由于机场下大雨 飞机不能正常降落 我们不得不在上海机场等 等了大概六个小时 真辛苦 你怎么没坐高铁 高铁比较准时 一般不会因为天气等原因推迟 我买票的时候 看到打折机票 比高铁便宜了很多 而且下午五点的航班时间也合适 不影响第二天上课 我就没想到会下雨 即使不考虑天气原因 坐飞机也不一定节约时间 有人比较过 一千公里左右的距离 飞机虽然比高铁 快两个小时左右 然而坐飞机 要提前两三个小时到机场 用的时间就和高铁差不多了 再加上一般高铁站比机场近 所以坐高铁更快 你今天好像很困 是不是假期玩得太累了 是没有休息好 我昨天夜里三点才到家 由于机场下大雨 飞机不能正常降落 我们不得不在上海机场等 等了大概六个小时 真辛苦 你怎么没坐高铁 高铁比较准时 一般不会因为天气等原因推迟 我买票的时候 看到打折机票比高铁便宜了很多 而且下午五点的航班时间也合适 不影响第二天上课 我就没想到会下雨 即使不考虑天气原因 坐飞机也不一定节约时间 有人比较过 一千公里左右的距离 飞机虽然比高铁快两个小时左右 然而坐飞机要提前两三个小时到机场 用的时间就和高铁差不多了 再加上一般高铁站比机场近 所以坐高铁更快 课文二 好像 好像在这里是看起来很可能的意思 天上有很多云 好像要下雨了 他好像很不高兴 困 意思是想睡觉 如果你昨天晚上睡得很晚 今天可能会有点困 请看图 他今天为什么这么困? 因为他昨天晚上工作到三点 正常 夏天下雪天气不正常 他平时都不迟到 今天很晚才来 他今天不正常 吃了药很快 我的体温就正常了 降落 降落 飞机安全降落 飞机上午十一点起飞 下午十四点降落 不得不 不得不 表示没有办法 只能 只好做某事 因为雨太大了 我们不得不在机场等了四个小时才起飞 因为妈妈生病了 我不得不回国看他 因为忘了带钱 我不得不走路回家 高铁 高铁站 高铁票 坐高铁 从北京到上海坐高铁需要四个小时 准时 准时就是正好是约定的时间点 不早不晚 他八点准时到了教室 我们明天八点准时上课 请大家不要迟到 推迟 反义词 提前 推迟就是把预定时间向后推 推迟三天 提前三天 推迟开学 提前开学 航班 航班信息 他坐哪个航班去北京 然而 连词 意思是 可是 但是 表示转折 多用于书面语 我们已经学了一年汉语了 然而 要听懂中国人说话 还很困难 我来北京已经三年了 然而 却没去过长城 我也想坐高铁去 然而 高铁票都卖完了 提前 提前 指使某件事提早发生 和推迟相反 我们提前开会吧 你什么时候去学校 9月1号开学 我打算提前一个星期去 差不多 相差很少 相近的意思 A和B 差不多 A跟B 差不多 我和他的身高 差不多 这两件衣服的样子 差不多 你今天好像很困 是不是假期 玩得太累了 真辛苦 你怎么没坐高铁 高铁比较准时 一般不会因为天气等原因推迟 即使不考虑天气原因 坐飞机也不一定节约时间 有人比较过 1000公里左右的距离 飞机虽然比高铁 快两个小时左右 然而 坐飞机要提前 两三个小时到机场 用的时间 就和高铁差不多了 再加上一般 高铁站比机场近 所以坐高铁更快 是没有休息好 我昨天夜里 三点才到家 由于机场下大雨 飞机不能正常降落 我们不得不在上海机场等 等了大概六个小时 我买票的时候 看到打折机票 比高铁便宜了很多 而且下午五点的航班 时间也合适 不影响第二天上课 我就没想到会下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沙利假期去上海了 从上海回来的时候 由于天气原因 他在机场等了六个小时左右 半夜三点才到家 我觉得他应该坐高铁 高铁一般不会受到天气影响 比较准时 有人比较过 一千公里左右的距离 高铁更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